小貨車從大甲區經國路 要左轉中山路時 這一轉坐在貨車車斗上的富人 從車上摔落 其餘戴著橘子帽子 同為襄燈腳的姓仲 紛紛跳下車伸出援手 並展開雙臂圍住他 避免富人受到二次傷害 不知名路段 讓同樣隨白沙屯媽祖 近鄉徒步之鄉丁腳 讓你坐上該小貨車 頭部失業傷 無生命危險 車禍意外發生在白沙屯拱天宮 媽祖競鄉途中 五十六歲的楊姓富人追媽祖 但走累了 體力不知 嬰兒坐上四十七歲鄉客 所開的貨車 轉彎時富人從車斗上摔下 就是要坐好 手要扶好 不能突去外面 要看過來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還洗起頭到頂上不要浪潮 手機我們就是要確認 已經坐好小了 我們再開走 慢慢開 時速都要十公里 至二十公里慢慢走這樣而已 富人頭部失裂傷 雙方送醫救治並無大礙 小貨車駕駛理性男子沒有酒駕 行駛中你下來他前面司機 他也沒辦法光顧到後面 所以這個鄉登甲 你自己真的要自立 既然上了人家的車 就是要各方面都要很留意 隨媽祖長征九天八夜 鄉登甲向徒步跟完全程 十分考驗體力 選擇接駁車時也得流行安全 三立雄中部這部報導 3立雄中部這部報導